诶 这是陈文倩小姐跟张忠谋董事长 除了在中天新闻频道以及中天官网 你还能够在哪里看到两位大师级的人物 这么深入这么精彩对你有帮助的对谈呢 中天新闻论坛跟你有约哦 诶 这史上最棒的智慧型手机到底是哪一支啊 苹果智慧手机iPhone 4S的Siri助理呢 这个语音助理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答案居然说是对手Nokia 好 消息一传出来他们马上把答案改了 变成是你手上这一支 而对于其他厂牌的手机问题统统张死 理论上iPhone的Siri为了要帮助你 必须回答你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 但是Siri的回答也实在是太老实了 结果跑出来的是HTC 这是美国购物网站Best Buy客户评论网页 显示第一名的是HTC Trophy手机 是Siri要给的答案 不过呢也有的Siri他非常通晓人心哦 Siri定位为智慧系统助理 所以软体内容可以随时更新 事实上经过软体更新之后 你现在在问他任何其他手机的事情 他也就通通装死 所以理论上在Siri的眼里 所有的手机朋友都没有烂滴 至于他认不认识HTC呢 Siri跑到这里就当机了 可见他不认识自己的老板 下一次软体更新的时候 或许可以再试试看 可能页面上就会跑出 库克的通讯路呢 中文综合报道